大家好,我是Leo,我是陳祐律師 然後今天有這個很高興來這邊 那... 再壓一下子 那這個我是陳祐律師的Leo,我要自己介紹 這個是我的這個AI生成的圖片 當然用LINE啦,花一點錢 然後今天就是為了跟AI的我抗衡 我今天還特地去settle一下 大家五秒鐘,你覺得他帥的 我比較帥的請鼓掌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身材還蠻像那個送送雞的 所以我特別挑這一張 所以我大概就是這個 可以浮誇一下雙碩士 然後我在台客大那個2022年是 2020年EMBA 念完就是寫那個AI著作權 然後自己開業啊 然後常常寫一些資訊法律的 然後有自己的podcast 那總之就是最近弄了一個熱舞社 台北律師公會社團熱舞社研究 然後大家非律師的也可以來跳 大家一起運動 大家一起運動 大概就是這樣 那這個圖呢不是這樣放好看 等一下會跟等一下內容會有相關 那今天大家來分享這三個東西 就是大AI的十大法力問題 還有這個像AI孫艷姿這樣的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我一定要硬扯到區塊鏈 就是AI孫艷姿這樣 那這個其實大家這個是給牌 那在左邊那個是用那個Dale E2 就是伸出來 他現在在微軟下面 跟他說我要一個律師 然後就是在table上面做辦公 然後就伸出來 那伸出來之後呢 這個圖呢 當然就是剛才連接這個 貓總律師所說的就是 你還是要去看一下他的open 就是Dale E2他們的這個聲明政策 先去看他們是不是讓我有取得著作權 那這個東西商用可不可以 所以第一個這個 就是連帶到的 剛才茂隆律師講的這個 像我們又以美國啦 台灣這邊的著作權 這個以IP這個為首 那剛才他的精采的分享 那前面當然AI的倫理 剛才其實 家維兄就是Peter 他有講到那個 就是整個倫理 像我在有個李松喜老師 他有本書 大概架構也是在講歐美中 然後講這個風險的東西 那無外乎 就是這些三種價值的判斷 現在整個世界也是這樣 有中國跟中國以外的網路這樣 所以呢 AI倫理其實也在講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我在今年的這個 全國律師月看有寫一篇 不過我是寫著寫著 我剛剛那個AI的這個 自主性武器 武器寫去完 因為有其他人寫其他議題 所以其實AI的倫理 就是以人為本 所以在整個 不管歐盟AIA 這個能夠做的法律 就是我們做生意的 我們要輸出資料輸出的 或我們要出口進口的 你都要照著人家 區域經濟的法規去玩 這是一個遊戲架構 所以剛才講的那個東西 其實是讓我聽了更顯賣膨脹 就是Peter他分享的 因為那個東西很重要 很抽象 可是他就是一個規範架構 已經形成了 以後大家都按照這三個區域 三巨頭的遊戲規則 所以在其實 現在AI有很多東西 即使法律還沒真的出來 像台灣 AIA這個 人工智慧法律的草案 那個頂子都沒有 很可惜 現在全世界就是都有一些草案 在台灣沒有 所以當然我們就在推動 那即使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當然會就是 台灣在看人家國家怎麼發展 有點這樣被動一點 可是有些陷阱的法律 還是可以適用 比如說如果你是用AI去產生 我們都知道 像臉書這些其實是AI公司 那他背後這個 我們免費的最貴 我們常常用臉書這種東西 那是不是你在服務 其實無形中 也是有一個服務的契約 是無償免費 這樣子到時候 你如果被ban掉了 有沒有什麼言論自由以外 還有這個有沒有這個 產品責任的問題 就是說消費爭議 其實消保法那邊 其實在AI某程度也可以運用 所以包括個資 第二個個資 就是說 像前幾天的新聞 就是澳洲法院 直接就判FB 他們就是未經過這個 用物同意 就是使用這些個資 那就罰了示意 人家就是台灣以外的 包括澳洲 他們就有什麼GUD 就隨便罰歐盟 隨便罰這些Google 隨便罰個資的 就是幾一上去 因為他們的法規 像歐盟GP 隨便就是你的這個 一年一二的4%之類的 所以個資在全世界 包括台灣 南韓都已經罰得更嚴格 台灣還要加油 台灣之前好像也稍微提高 然後弄了一個主管機關 所以個資一直 因為AI的最主要就是Data 就是資料 那就是個資 不管這資料 到底有沒有去識別化 總之個資法一樣在那邊使用 所以個資大家還是要注意 那數據傳染權就是說 AI裡面的這些 我們知道石油是以前的這個燃料 很重要的這個資源 那現在大AI時代 資料最重要 是一個新時代的石油 燃油 數據它以後會變成一個資料權 這個以後可能法規都會調適 所以我們法律人很辛苦 這個我們研究AI 研究資訊法律 研究AI法律 很辛苦 因為我們覺得法律夠用 以後會不會有一個叫做數據權 這個都可能在大陸那邊 民法 他們前幾年才有修過 就有寫到一個數據權 那台灣呢連個影子都沒有 所以這個也蠻可惜 那金融科技 Fintech 這個AI已經一直在Fintech下去 現在金管會說 你要用AI 我來查一查 那個哪一家銀行 有沒有AI 要講啊 以人為本 這四個字記起來 就是你要用AI的東西 不管全世界法規 以人為本 你要讓我知道是AI 你克服了 你要說你是AI機器人 不要那麼半天 我覺得好像是真人 結果是AI在回答我 違反金管會他們的一些相關規範 那出口管制 AI 中美貿易戰 晶片戰爭 所以 這個都是 就是 出口管制 那競爭法 就是公民交易法的問題 那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一下 今年六月這個全國律師月刊 裡面有講到 像剛剛講到這個 我們就講 Google 它基本上也是個AI公司 然後我們澳洲那邊就出現一個媒體議價權 就是說 你這些媒體 然後我努力做這些內容產業 這些新聞的東西 我不是一個連結嗎 結果 我們隨便Google Google可以去賣廣告 互光嘛 互光你媒體新聞的東西 可是我們媒體業的辛苦產出的內容 都沒拿到半分錢 所以澳洲那邊就有一個媒體議價法 其實這個就是跟公平競爭的問題 你一個海外公司來我這邊做 境內做生意 結果你都利潤 廣告利潤都賺走了 然後我們當地的媒體 一毛都賺不到 或是賺得很少 然後就倒閉 這惡性循環 台灣從幾年前炒到現在 你每次看到三不五十幾個月看到說 這公民交易吧 那邊有什麼白皮書 是要有這種Google的公司 利用我們這些數據 那我們產出的內容 是不是也要跟他要錢 所以這個也是媒體 這個 這個 是爭議 等一下就跟 會相關一點 那 那大家不知道看這個 黑鏡 第六鏡第一集 這個Jones off 窮糟透了 裡面就講說 這個女主角 她就是一天上班完之後 發現怎麼回家看到 像Netflix的東西是自己在演我 演我 演我 竟然在演我耶 怎麼會這樣 你們覺得這科萬片 有看過的先舉手 一定要看啊 因為 這個 不是科萬片 這現在進行室啊 夭壽喔 你看 那個AI進行室 這個大家應該新聞總看過吧 好來問我們罷工 罷工除了說 那個 勞資分配不均以外 就是 裡面有一個條款 就是我可以用AI 用你的臉來做數位分身 那 這個除了勞資 剛才講的AI引起的勞資糾紛以外 就是數位分身 你們還是覺得很遙遠啊 你看 這個是什麼 LINE 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 LINE下面都有一個這個 那個 服務條款 要看啦 要看 看你小孩 著作犬 我剛才那張圖對不對 那個 送中機那個我的AI LINE照片 那照片說 這個著作犬歸屬於用戶 就是我 所以我可以隨便用它 他就是我 就是他 But 你看最後 管夾犬 出事怎麼樣 你要吵怎麼樣 你去東京那邊打官司 更不要說什麼Google那些 你去美國 得啦 我要坐在加州打官司 還有一個就是 剛才Jone is off的事情發生了 這邊就說 你用戶 就是我 同意無常 免費授權LINE 你去用我這些照片 所以哪一天 你看到LINE上面弄了一個很像你的東西 在那邊猥褻 當然沒有看到 那是另外犯罪 可是說你看到 就像Jone is off一樣 他就是演你啊 他就演你啊 然後那個 黑鏡裡面劇情就是說 他找了律師 律師說 這個沒有辦法 你以為你就同意了 不爽不要用 這就是現階段這個世界的 你不爽不要用 你不要用 你不要按同意啊 這個一樣 你不要用啊 玩得大家很開心 我最討厭大家玩的 什麼臉書那種 心理小側驗 你的個字都被賣光光了 那個 不要爽的啦 反正這個東西就是你拿 這個就是Jone is off 就是現在進行式 好不好 那個分身也是嗎 應該是 因為我玩的是這個自拍 它上面好像還有一個什麼肖像心的東西 那我看的是那個 可是他其實他放在這邊其實都是講的 都是 分身都是 因為之前有一種 就是app 還是什麼bubble bubble的app 對 對 那個也是 就是那個要看他的條款 不過我覺得八九不利詞是這樣 就是那種監控資本主義 這個很平衡 所以為什麼要web3 那 AI孫彥之 孫彥之 之前這個當然會稍微扯到著作權 這個我們就跳過 因為 他也不是唱孫彥之的歌 我們就跳過 那 比較是聲音啦 這個東西也是比較未來 因為現在進行式 像我們直接破題 肖像權 我們民法都沒有肖像權 這三個字 判決創造出肖像權 你的臉嘛 那現在沒有聲音權 未來可能會有聲音權 因為 這個是人格權問題 我不舒服啊 包括dfag 那種數位性自主 這樣一直演變 你只要讓我不舒服 你在那邊用我的臉 好像小鈺 後來被判刑 可是他判刑的當價是沒有法律 就是那種很 很 不相關的法律在適用 後來才修法 所以這個就是法規條式 為什麼會這樣修 所以這邊寫著說 包括國外那個weekend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歌手 他們就變成AI的聲音 被人家去生成 然後唱了一首新歌 完全不是自己創作 是AI創作 然後很受歡迎 可是這個都是AI自己去 對上背後的常見人 是誰不知道 那光AI這個聲音呢 弄的那些 各大唱片公司不開心 就覺得你這樣好像在擋我踩路 或者說是不是 可是找不到原因 所以AI聲音是不是在微信也發了言 他意思是我也認了 反正就是新時代 他也沒辦法 環球公司也沒去告他 因為他不想怎麼告 可是某種程度就是說 可能在未來 因為國內外也有討論說 這個在未來可能也是一種商業模式的演變 比如說孫燕芝 年輕人知道孫燕芝嗎 在前幾年大家還以為 那個網紅聖結石唱了什麼哪一首歌 覺得也是周杰仁的歌 可是年輕人不知道 可是因為這樣唱了之後 年輕人知道 原來以前有個人叫周杰仁 是我們這個年代的 所以我覺得AI聲音是一樣 所以已經演變到新的商業模式 就是有一個歌手 他就說你可以用我的聲音 然後你可以用我的聲音去創作音樂 我們分論 分論幫助扣取像YouTube那樣分論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新的商業模式 然後再破題一個就是 在法律還沒很 全世界也包括台灣 還沒有很法規範出來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的機會 做生意的機會 賺錢的機會 你罰不到我 罰不到我 罰不到我 如果像小玉那個 我們說刑罰 就賺錢的東西在刑罰點裡面 小玉她那樣子也撈了不少 那可能錢藏起來 也不會被不法奪得扣押 可是她才關幾年而已 那修法之後呢 是適用以後的人 那個都法律比較重 所以 這個當然講這個好像在交犯罪 反正我就說 我說法律風險 法律風險 法律風險就是說 這個東西你可以知道說 其實你現在弄這個 它也拿你沒辦法 所以 這個 再講一句就怪怪的 那當然 我這個最後第三部分 講到這個web3 那 當然說之前幣圈大家在講說 web3的crypto crypto只是區塊鏈 區塊鏈就是用這個巨能合約 那這些密碼學 那區塊鏈就是共識 然後這個共識 分散是上本 然後密碼學 那 這個是幣圈本來的版本 後來當然老高就不亂出來 那個人家也話語權了 人家隨便一看就 就是流量很大 他就說 這個未來 未來就是AI加DAL 這樣的一個 線 鏈上合作社 鏈上自治組織 他就用智能合約在跑的 有點像公司 可是他是自己在執行 叫DAO 反正老高說未來就是一個 AI加DAL加智能合約的世界 那等於什麼呢 就是更厲害的公司 更有制度的公司 那老高這麼講 很多幣圈的人都覺得不以為 可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很多call 剛才也秀出來 都是AI就幫忙寫的 現在的這個趨勢就是 進行式 就是工程師大部分都用AI去輔助 因為AI他其實至少可以裝輔助吧 所以他的效能更高 你先產出整理出一些call 之後我再把他伸出來 哪怕是像我 我也之前弄過說 我要弄一個 鍵右NLT 然後巴巴巴巴 GPGDP幫我伸出來 不過他伸出來大概只有 因為我給他條件不多 所以他伸出來大概只有40分 因為他還要叫我加一些條件 所以意思說 這個東西是現在其實AI 跟Web3 Crypto這種東西 區塊鏈就是會結合在一起 那像這個當然是數位時代的圖 他只是一個展示 說大概為什麼會怎麼結合 這是第一種 這個是數位時代那邊弄出來 我只是找出來給大家說 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就是說 現在的區塊鏈可能要加在熊市 下一個牛市 搞不好是因為 智能合約加進之後 讓它再飛起來 就是很多call 因為智能合約這種東西 或者說區塊鏈 或3Crypto 全部都是call 都是程式碼 程式碼怎麼出來的 叫人工智慧寫啊 去執行 有一種就是這樣相輔相成 那當然等一下會講結論 那他就是剛才勞告的東西 那人家就是話語權高 那未來 就是未來可能下一個十年就是 Apple講的這個空間運算時代 然後他講空間運算 公開拍天啊 公開明天就是XR 就是這個VIA混在一起 那他這個老兄就是 庫克 講了半天Machine Learning 其實就是講AI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AI 那裡面有個特別是大家都比較忽略一些 其實他裡面有一個會掃你眼睛的 掃你眼睛的 像等一下會講Walkcoin 那掃你眼睛怎麼掃 他就是用一些密碼 其實用一些區塊鏈 會用一些這些個 零知識證明的技術 所以 再來再來證明 這兩個會結合在一起 為什麼這個Walkcoin 就是一個 ORB的機器 掃你的HOMO 那當然會用一些 密碼學的東西 幫你這個 他不會真的把你的HOMO 整個都是儲存上去啦 他只是掃了一個亂碼之後 讓你知道生物辨識是你 那這個 大家知道他誰嗎 OpenAI Sane Ottoman 他除了他的 這個OpenAI以外 他還創了一個 在2021年創了這個Oalkcoin 那就是他一個項目 币圈的一個項目 最近也發幣了 那我有買一點 那就是蠻好玩 參與一下這個賣動 重點是他只把AI 在AI時代跟這個區塊鏈項目 合在一起 所以 這個大家的趨勢啊 那不是我自己講啊 那讓這幾天的新聞 人家聯合國 其實早就有區塊鏈的小組 他只是再弄一個 因為這幾年 AI跟數位身分 也就跟區塊鏈 一直息息相關 這個意思是如我無盜飯 他們覺得不能不去處理了 再來一個歐盟 歐盟總是這個世界先驅 又來了 AIA GNA GSA 這個弄不完 AAA GBT Web4 Web3 Web3 其實簡單講就是 元宇宙加AI 然後還有區塊鏈 人家就是走在世界先驅 歐盟就是這麼的屌 就是這麼棒 那當然我們靠一些 許明恩跟那個老師基 高瞳見老師 他們就說AI是什麼 就生產效率提升 區塊鏈 改善你的生產關係 就是我們彼此的關係 也就是這個 那個比較抽象你就跳過 當然是Fintech Fintech這一塊就是區塊鏈 那一塊就是AI 這Fintech就是走在這個的 選舉這個是楊岳瓶老師 唉 太早 楊岳瓶老師的那個資料 給大家COVID拿來用 唉唷 期間搞啊 要求 那最後講一個這個 呃 這個是國 不知道大家知道 國泰金控他們這個區塊鏈團隊 已經好幾年了 他們其實一直在用BID 等一下我講BID是什麼 反正去中去他身份 他們運用在產業 聯盟 產業聯盟 已經有全 台灣有14家產 就是那個產險他們在使用的東西 那一般人不知道 因為他們好像很少透露出一些相關訊息 不過你去看一些或聽一些東西就知道 這已經在走了 國泰他算是國內產險裡面走得很前面的 真的是讓我覺得很敬佩 那 你看 那 下一頁是我們看一下 喔 DID DID簡單講就是我們這樣 唉呀 起來了 這個我們一個這個web suite的路口 路口叫什麼 我們要有個帳號 我弄個這個 呃 小狐狸錢包 MetaMask 然後呢 呃 我可以知道說這是我的東西 你拿不走 這就是這個去中心化身份辨識 可以去用一些應用軟體 一些應用程式 然後加你解密 所以呢 這個東西是呃 現在進行是他們在實驗中 而且有在像我產險 已經真的有在run 就是我只要數幾秒內 我利用這些區塊鏈喔 你AI只是讓這些很快的發生 可是要怎麼證明你是保險用戶 那 DID直接幾秒內 不用再指本 不用再等了 馬上出來直接強制執行 錢就會到你的戶頭裡 就這麼開心 啊 當然那個產業聯盟是 是回合鏈啊 也是有鏈啊 所以 啊這個東西工商服務 就是我剛才講了半天的 這個在六月 今年六月的時候 我寫的是這篇 我寫一寫之後 有寫到那個AI 監管法律寫到那個 自主性武器 我會打過來 你知道台灣其實國防部 也在弄這個東西 寫給國防部看 要看啊 國防都要看 到時候我們的這個資料 全部都在國外的這個 這個資料雲端的要求 我剛才有跟幾位先進 有提到這個 如果這資料都在人家那邊 還得了 我們的司法為什麼 像沒有像中國那樣的網路 那個 這個 法約 是因為我們會太保守 我們有點像是歐盟那樣子 比較 在乎的人權 私法 那這個 溫剛服務 就下個月我也有一個 講這個NFT 跟DLO的 這個金融服務在 如何去外鏈化 在這個 825號 在中華開發 創新加速器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就是我的QR Code 那剛才阿鋒有提到 NORMOLO 那個QR Code 少下去不得了 LinkedIn LinkedIn 就是老外的這種LinkedIn 就是很多的 裡面就是有所有幾乎 除了LINE以外的 所有媒體 我最近都開始玩起來 Podcast IG 無話無話 抖音 今天玩一下 下午今天 為什麼要在抖這邊 去拍那個短影片 沒有喝酒 可是為什麼那麼嗨 因為今天太開心了 所以大家每次少一下 那這幾個是我的這個 PFP 這個NFT 這個項目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加入這個 其實剛才也有跟先進討論 這個就是去 有一個陸廠券 去社交去玩 一般都去浮輪社 我沒有 我就是去這個 去大家交流 交朋友 這個可能是比較 新的玩法 所以 這個東西很好玩 然後有空 這個是去外面 不是今天講的東西 所以以後有機會再講 好 今天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